老师好 亲爱的叉码家人以及关心我的俊男美女们 大家好 又到了开心的时刻了 参加因为爱 幸福美满随时到来108天 抽取取卡活动 今天所抽到的卡项 太阳卡的部分 正负平衡 将过去种种的不圆满 藉由忏悔发愿 多做一些好事 产生正能量正功德 然后回向给原来不圆满 所产生的种种负能量 取得负能量之间的平衡 上那间你自己 会感受到前后的差别 太阳圣德老师 抽到这张卡 对应到的就是 天地为鉴正负 善恶需平衡 平常做功课一定要如法 基本浅修步骤一二三 每样都要做到定位 到位 行功利得己所 发的愿都要记得回向 回向给谁 要讲得很清楚 以及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邀约对方 比如邀约他成为你的副法 这些方法在 网路上都有录音档 太阳圣德导师的录音档 听清楚之后 要如法照做 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没有如法 就好像一边行善创造正能量 场 另一边 牵引着过去的负能量场 而中间没有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两边不通畅 行善归行善 问题还是问题 要将能量摆平 这时候做心法的时候 就是要禀明天地 以天地为剑 任谁都不敢来使乱 行善要配合超级生命密码 系统明明就会因此改变 就是这么简单 世界上的事情 不用想的很复杂 既然简单就别它 别将其复杂化 做对就对了 所以 无论有无宗教信仰 能量都会影响到身心灵 三者的变化 若能量对应到生活层面 一切 皆世事顺利 好事连连 就代表正能量具足 但若负能量 多于正能量的时候 对应到生活上 诸多的层面 就会一一的显现 此时能否将正能量补足 和你的起心动念 息息相关 要将过去种种的不圆满 藉由忏悔 发愿多做一些好事 产生正能量正功德 然后回向给 原来不圆满所产生的种种的负能量 取得正负能量之间的平衡 上那间就会感觉到 前后的差别 这里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希望负能量 因为你的承诺给予功德 而暂时尽视前嫌 选择相信你 愿意成为你的护法金刚 护持你的行功利得 待他临满你该产还的功德之后 他自然就会离开 因而达到正负能量的平衡 所以要 导师一直强调 所隐诺的发愿 必须真心去实践的道理就在于此 今天所抽到的这张卡 对应的就是 自己我自己的发愿 确实没有落实的很到位 所以 天地之间给我今天这个卡 提示 非常的感恩 第二张卡扭转生命 丰盛之光 当你认定方向 坚定的为自己而努力 就会渐渐的发现 许多之前 不曾发生的美好事物 在你面前展现 你会发现生命 有可能在上那间扭转 而那许许多多的问题 你已有了充分的能力掌握他 而且是如此的轻而易举 太阳盛德导师 在在丰盛之光 这一本密集当中 所 谈到的单元 就是一切交给天地定夺 能够 能够得到成长 感受到成就的人 就是要先感谢自己 因为 你有饮水失言的心 以及你的决心毅力 果断 所以才能够 持续到现在 有一句话 当不顺的时候 不对劲的时候 喝到水都会塞牙缝 这就是因为 负能量的使然 所以当了解 一步一脚印就是如此简单 就没有任何好想不通的 好埋怨的 别人欺负你 辜负你 欺骗你 侮辱你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 因为你已经在天地的祝福里 若对方该被惩罚 不需要你动手 你只要尽情享受人生的精华 并将其他分岸的思维 或成一时之勇的事情 交给天地定夺 一切交由天地做主 全身的压力就得以释放了 这一点真的是 在我自己的习性当中 很容易 想要自己来做一个解决 但又因为 接触超级生命密码 以及修行的观念 把它忍下来 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的一种压力 所以就全然的相信 交给天地去订夺 也就是所谓的放下 一切都能放下 触目所及就能一目了然 自己的生命就不再 增值 执着 执着 只有进步的许业 这才是你原本该具足的人生真面目 原先你所抓住的 不愿意放手 致使自己透不过气 无法呼吸的 上那间你都会觉得 释放解脱 欠你的该还你的到时间就会还你 这辈子不还下一辈子还是会还 如果是上辈子你欠下的 那这就不是你该抱怨的一切 是天地在打算盘 天地看得比你还清楚 第三张卡 富有卡 抽到的是掌握 至胜秘诀 真实让人感受到你的圆容和周到 成为一个做人高手 各层面的主力就会减少 顺因缘自然会增加 顺因缘聚集到一定程度 就会变成金钱或精神的富有 而生命的富有就不再是奢求 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今天三张卡 给我的一个提示 就是 发愿的要赶快落实完成 因为 天使紧急 自己在这个时空当中 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定位给定位好 一切事情 皆由天地去定夺 所以 不用去想太多 把人道给做好 因为 本身原本就有 人际方面的一个 熟练 但是 因为这段时间没有 重出江湖 现在就是要多多的去与人互动 在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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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